我是文雄 在加入美安之前 我过去是一个银行部人的EO经理 一开始我是觉得说 其实在过去银行十年的工作时间 一直让我觉得一直工作好像没什么意思 而且人生并没有太多是十年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环境 也是一个很差的情况之下 那我觉得我必须要为自己 找一个备胎的计划 所以我在我的同事 也是我推荐Amanda的 在她的说明当下 我觉得这个事业非常的棒 因为这个比起我银行的工作 实在是简单太多了 因为它只需要经营 两边的通路发展而已 而且两边通路无限延伸 可以造就 然后让每个人都可以享受 我说天哪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业发展呢 所以我就一然觉得 我觉得我考虑了大概几周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生意是可以做的 这样子 再来我觉得 这个事业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它的教育训练 因为我觉得一个生意 没有人在叫做生意的 更何况在我们过去银行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很少人在跟你说 业务发展的正确的一个方式 大家都有一手嘛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事业呢 因为这个教育训练的平台呢 那我们大家都可以在这边学习 那我觉得这个方式呢 它是一个开放式 是一个open mind的教育训练平台 我觉得在这个生意呢 在当初我在评估这个事业的时候呢 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加分 所以我觉得它的生意呢 它没有常识的 它是可以大家一起呢 共好的一个状态之下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教育训练 OK 我觉得时间自由跟财务自由呢 背后带给我们就是身体上的健康 那我觉得身体健康呢 除了我们自己个人之外 我觉得最影响最多的就是 我生活上了我也变健康了 怎么说呢 因为我不需要再面对一个负面 然后抱怨的环境 我可以随时浸泡在一个正面积极 与成功人士的交谈当中呢 冲刺在我的生活当中 冲刺在我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觉得我的生活呢 因为我自己的改变 所以呢 我间接的影响到我的家人 那我的家人因为我的改变呢 我们得到一个很良善的一个沟通 一个家庭的环境 我觉得凡事呢 都从家庭生活上开始做起 所以我觉得改变我们自己 进而改变到我们的家庭生活 那我们可以影响在更多的家庭 我觉得呢 这在于我们的生活品质上面 我们是在一个很正面 积极的环境下成长 这对我来讲呢 我的品质呢 是提高了 我觉得人性呢 本来是善良的 但是过去呢 我们在一个传统的行业之下呢 我们并没有很多的能力 可以帮助到很多的人 但是自从我看到这个 美娅的事业之后 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能力 去帮助想要改变的人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生意吃给我们呢 就是我们一个 拥有我们一个改变的力量 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 甚至呢 在团队呢 我们可以改变呢 真正想要积极进取的这些店主呢 跟他们一起奋斗 甚至呢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生活圈当下呢 我们可以认识很多不错的朋友圈 我们可以与他交谈 达到他们呢 甚至他们所需要的 这些都是我在过去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 因为过去我们只会顾自己而已 但是现在呢 这个事业呢 教会我们 我们要顾及他人 我们先必须先造就他人 然后呢 才能够造就自己 我们必须先利益他人 我觉得在于 这个独特性跟优势部分呢 整个系统方面呢 产品啊 通路啊 都是非常的好 那我觉得呢 这个事业呢 就好像我当初加盟的时候 这个事业告诉我们 有心想要创业的人士呢 可以达到永续的收入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业呢 可以让很多普通想要改变的人 最简单的生活方式 就是在消费 他把消费这件事情呢 变成大家都可以去创业的一件事情 甚至呢 改变自己 改变到所有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是美安最大的独特性跟优越式 这个在传统的事业 其实根本找不到的 因为大家用一个共同的目标 大家往这个共同的目标呢 前进 这个力量呢 真是太大了 我觉得在这个事业上呢 我可以分享三点 就是说呢 每一个店主在加盟这个生意之后呢 我们必须从本身自己开始 我们可能从不习惯到习惯 所以我们可以先转换平台 转换品牌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达到自己呢 创业 我们可以完成自己该做的事情 就是这么简单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我觉得公司给我们也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销售的方式 它让我们呢 可以拥有10到15个顾客 哇 这太简单了 10到15个顾客 其实在生活周遭当中呢 我们都有10到15个 而且我们是慢慢地建立 它也不是一下子开始 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10到15个顾客 发展顾客对我们产品的占有率 对于网站的回购率 其实这是第二点很重要的 拥有简单10到15个顾客 那第三点呢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公司有GNTSS会议 它教导我们呢 如何从社群上面呢 去发展 因为大家都普通人 大家对科技方面可能也不太在心 但是呢 公司却一个很贴心 它教导我们呢 如果从GNTSS会议里面去发展社群行销 其实公司很 很简单的三个步骤呢 就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发展我们的事业的 其实经营这个事业这么长久以来 我真的看到很多人成功在这个事业上面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事业 公司在强调 我真的看到所谓的 正式可行这十个字 所以为什么我非常 我们不怕人家拒绝 不怕人家的人眼旁观 其实只有这八个字 就是时间自由跟财务独立 我觉得这八个字 就足以让我们呢 跟大胆地跟人家介绍 我们的事业在做什么的 因为只要是为别人好的胜利 我为什么不敢做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